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是王樂小子 我是彥婷 我是小倩 我是明洪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派對遊戲Top10 之第10名到第6名的遊戲喔 耶 第10名的是 第10名的是我們的心靈圖解任務 這款遊戲非常特別 裡面有大量任務卡 以及很多很多有趣的圖片 例如說這張任務卡 像是這張Go Tire 表示非常非常的累喔 而且它裡面也有很多這種 逗趣的圖片 那我們要用這些逗趣的圖片 來回應這張任務卡喔 以上就是我們的第10名 接下來是我們的第9名 第10名 第9名的是瘋狂建築師 瘋狂建築師 瘋狂建築師是一個刺激性的平衡遊戲 挑戰了玩家對物理的認知喔 而且這個遊戲啊 它裡面有非常多很輕製的木條 這些木條啊 重點是它絕對不會掛上你的手喔 還有這個木條只要隨便擺一擺 你看像這樣都是一個很棒的藝術品喔 以上就是我們的第9名 第8名的是 第8名呢就是我們的環宇地球 你看過百科全書 但是你玩過百科全書嗎 這款環宇地球帶著大量的知識 等著你去探索喔 那靠面非常貼心喔 它有區分顏色 然後有分難易度喔 那全部的卡片加起來的內容 絕對超過一本百科全書喔 以上就是我們的第8名 接下來是我們的第7名 第7名是我們的解碼站Decrypto 這款桌遊就如同所有諜報電影一樣 我們要猜測對方的隊伍 到底在傳輸什麼樣的訊息 這亂七八糟的卡片都看不懂吧 是需要遊戲中的解碼器才看得到刺喔 沒錯 那這個解碼器怎麼用呢 欸 看這裡 我們要把卡片把它插進去 欸 我們字就浮現囉 那這個遊戲中文版即將上市 敬請期待 以上就是我們的第7名 終於來到我們的第6名 有哪一款遊戲很可惜 沒有起進我們的Top5呢 接下來是我們的第6名 扎扎眼 在這個遊戲啊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對你的隊友 扎眼睛 透過扎眼睛來尋找你的隊友吧 但要小心 扎眼不要太刻意 如果扎眼打得太刻意 可是會被別人指控的喔 以上就是我們的第6名 現在讓我們來複習一下 年前派對遊戲的Top10 這是第10名到第6名 我們的第4名呢 就是我們的心靈突解任務 第9名是我們的瘋狂解讀師 那第8名是我們的環宇地球 第7名是我們的解碼戰 以及第6名 扎扎眼 耶 以上呢就是我們 年前派對遊戲的Top10 這是第10名到第6名 第5名到第1名的影片 敬請期待 如果想要再看到更多影片 請記得追蹤我們的粉絲專頁 或是追蹤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掰掰 9 9 9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